不过老店的永续经营 除了靠创新 还得靠后继友人 原本当证券营业员的蔡小姐呢 在两年前就毅然决然的是要放弃 月入十几万元的高薪 来继承家族事业来卖肉干 在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一个辅导之下 用一化来行销 在网路上是卖起肉干 想不到却是一鸣惊人 让原本一个月才赚五万元的三十年老店 就创造出月薪百万的业绩 启动机器烘干肉片 每天固定的动作看似简单 对阮起伟来说可是马虎不得 用双手亲自翻动肉片 很难想象 这双手原本是在电脑前操作股票下单的手 以前在券商的时候 就是我们除了电话下单 传统的电话下单之外 还有网路的下单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让我们整个流程上面来讲 都非常的好 当初想要做 以一化来做的话 是想说 这样对日后客户的服务方面 还有我们接单的方面 都会有比较方便 照片中的领袖局 是肉干店创办人 肉干在没有一化行销手法之下 没有办法做领袖 只能做批发 每年只有等到三大节日 才会贩卖 传统行销 追不上时代进步 肉干逐渐被忽略 直到阮起伟和蔡命军 两个人接手 才东山再起 两人原本是证券营业员 毅然决然放弃月薪十几万的工作 转行继承家业 卖起肉干 在中小企业处缩减产业数位 落差计划的辅导之下 把从前用电脑下订单的工作模式 套用在卖肉干身上 没想到让经营三十年的老店 身价翻涨 一化经营之前 每个月只有五六万块的收入 一化行销之后 小月营业额都有二十万 大月更不用说营业额冲破百万 在一化之前的话 我们很难去接触到一些消费者 那在一化之后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 就是客厄物购买的这样商品之后 然后他对这个商品有什么样的满意 或者觉得说需要改建的地方 他都可以透过网路告诉我们 民众透过网路下订单 只是望着网路照片 却闻不到也吃不到 有电脑背景的阮起伟 甚至网路族群 对于没办法试之的不信任感 也想出了创新的行销手法 我们是没有用那个试吃 但是我们就是 你如果客户买了之后 他觉得吃起来不合他的口味 或者是不满意的话 我们会请宅配去取回 然后也可以换货或者是退款 坚持真空包装不含防腐剂 再加上一化策略 让三十年的肉干店 创下百万业绩 有段新闻 向于西市超台北报道 创下百万业绩